从现在开始,每天六点钟准时起床,背单词背鼓湿,每天坚持刷题,超越你不喜欢的人,让那些嘲讽你的人刮目相看,回到那个本该属于你的位置 入学题很难,但我就喜欢解出来的那一刻,语度题很头疼,但我还是要写满,红颜文背不出,我就多抄几遍,五点的天很黑,但五百分的成绩真的很耀眼 不一定向阳而生,但我一定逆风翻开 可能你还年轻的时候只懂得吃喝玩乐,你不懂得尊严和权位的重要性的时候,大家可能想不了努力,但是坚信一句话,坚信一句话,努力才会是你想要的动物实现 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,都有他可爱并且值得被爱的地方 不要没自信,不要足 如果太在意那些不喜欢你的人说的话,对喜欢你的人来说,是很不公平的 把头抬起来,你很优秀,真的,你要相信你很优秀,别逼我拽着你的耳朵说 并不可否认,生活磨掉了我们的一部分勇气和温柔 但你有没有想过,我们还这么年轻,失去的东西是有可能重新长出来的 新的部分,一样闪闪发光 世界真的缺一个你 一定有人喜欢有点腼腆文静的你 一定有人想好好守护你 你是最独特的,谁都不能成为你 希望你过得开心就好 不加油也没关系 学姐送大家几句话 第一句,好朋友不是靠争取维系来的 而是在各自的道路上努力奔跑,遇到的 第二句,你跑得快,耳边全部都是风声 你跑得慢,耳边自然都是闲言碎语 第三句,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 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第四句,你就做好你的事,不要去管角落里的事 比起角落里的事,阳光下的未来更重要 最后,如果你现在正在拉着别人一起玩 那学姐希望你发自己的光就好了 不要吹灭别人的灯